比相片还多 比相片还多 就是我的要求那就是 110斤 他都超过140 我不想再看 就我到此结束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真不一闻啊 刚见面就觉得大姐又黑又胖 表示不想看了 要求结束相亲 大哥 你这做的也太绝了吧 刚来就要走 这不是弄着玩吗 刚才不是还很急切吗 怎么现在就淹了呢 而且大姐有你觉得的这么黑和胖吗 大姐不是很标准身材吗 有点腹态 不是蛮好的吗 你这是看了每年的照片 觉得与现实看到的有点差别 有落差感 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如果你保持平常心 肯定还是会觉得大姐蛮好的 这老年相亲真是无奇不有啊 今天来相亲的大哥 叫心服全信大哥 62岁 离退休金2900元 有住房 大哥曾上过节目 他的女儿特别孝顺 给他买了一套房子 怕他孤单 还给他买了一只小狗陪伴他 上期节目中 与王大姐相亲 在与大姐的互动中 觉得王大姐还不错 但后来相处中 觉得两人还是不合适 所以还要红娘继续为他介绍 不知道今天来相亲的大姐是否合适他 你好 儿子去年洗了一女 所以大姐就帮着带孩子 周末就回酒台 我昨天晚上到这儿去 我家酒台 你平时在酒台 家酒台这儿儿子洗着去 那儿子 谢谢谢谢 给看孩子吗 啊 孩子多大了啊 孩子十六七个月了 十快十几个月了 那么小 我刚才看 你这屋全都是 这是孙子吧 啊 孙女 孙女 嗯 我就是中午 我下午回去 周日就回来 周日晚上坐七二十六的车 就回来坐高铁 你酒台是楼房吗 楼房 其实呢 那你是喜欢带酒台 转起来在这儿吗 咱俩都一样 哈哈 一样我在这儿 我就在这儿 不要我当休息 我就忙回家 大姐也是个明白人 既可以帮着看孩子 也给两人提供一家三口的空间 让儿子儿媳一家三口 一起过周末 平时大姐没别的事 就是全心全意带孩子 早上给他吃完饭 就出去溜达去 溜达完 早午了 困了 就给他整回来睡觉 睡完觉吃完饭了 完了 睡完觉了 完了没啥事了 又出去了 我说趁着我年轻 还能帮你看呢 动完了 你生孩子我帮你看 你动我看不动了 我可不帮你玩了 我可不帮你 你不要 我可不给你看 你现在是不是正好啊 你现在正好 体力啥的是不是也可以 也可以 你也不累 谈到自己的儿媳 大姐很欣慰 大姐希望自己有个女儿 儿媳就像女儿一样对她好 你手带是谁给你去买的啊 儿媳妇 儿媳妇的结婚时候买的 妈你带带吧 你带什么 给你吧 就这么给我了 儿媳妇是不是给你可好 我感觉 你买两个包啊在这儿 我看看你还能帮买的 他这里堆一堆 哎呦 乱走走 家还有 家还有两个包 我买的 我买的包 什么东西 我买还去 今年晚去啊 这也是今年晚 妈呀你出去说背着她 抱着她溜达娃娃背着她 家还有两 我说你刚才说可喜欢的啊 嗯 可喜欢的 多少个不给我买件的 她说妈这个包二百元 这个包不知道没问多钱 她说妈我给你买好的 这个好啥都得买 化妆品 哦 我看她给你买花妆品 嗯 给我买花妆品 特别舍了你不花钱的 嗯 特舍了给我花钱 我说你买的啥 我说留你吃吧 这边是我的 这边是她的 这烤红啥都是她跟我买的 因为你的东西 都比她自己用的多 对不对啊 嗯 这有她的 这边是我的 我说你给我买 这好化妆品 你干啊 就模样就行 把妈也抹吧 这个化妆品好 就我妈 我还啥也比我干 哦 你太行 嗯 装饭都塌着 这个儿媳妇确实不错 婆媳关系确实处得好 而且大姐参加相亲节目 也是儿媳给报的名 因为正好是周末 大姐的儿媳妇在家 这时带着孩子溜达完回来了 哎 大师娘 哎呦 来找奶奶来来 拿宝宝来 看着奶奶 咱咱咱姐说 这个名是你们给报的 嗯 妈 对我妈 我妈我感觉自己她没意思了 然后给她找一个能跟她聊聊聊啥啥子 在一起 然后她感觉要哭呢 哈哈哈哈 就感觉我挺不容易的 自己 爸去早 然后说 出英语的话 查大了 然后结婚 感觉她其实挺不容易的 然后找个爸 找一个跟他俩能说得来的 就是人类 因为我们现在也 就是我妈也不用管 我们自己就去那里脚 孩子一块儿 就在那里脚 大姐的儿媳 确实是个孝顺的人 是个好媳妇啊 知道公公过时得早 婆婆一个人不容易 所以很心疼婆婆 想要婆婆找个合适的老伴 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谈起过时的老伴 大姐难掩伤心 毕竟连儿子结婚都没有看到 在单位工上 在单位 这个泵吧 无论 她表示负责 她就直接过去了 过去完那个泵 街头都有个那什么贴罐子嘛 有那贴罐子就开了 然后给 给肝儿给肺头打碎 这多大就是了 哎呀 要50 丈夫因工商走了 才50岁 现在也走了四个年头了 儿子也结婚生孩子了 大姐也调整好了自己的状态 觉得还是在找一个老伴过后半生 那她想找个啥样的老伴呢 找个老伴 我现在年龄差不多的 让人很差呀 七八岁呢 还有呢 没了 就没了 大姐 大姐这么好说话 我的条件 你又低 大姐没什么要求 不过没要求的要求 一般是高要求 这让红娘真还不好下手 只能先要两人见见面再看 红娘带着大哥来见大姐 大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业 还特意给大姐买的水果 买点 反正这四样吧 买的苹果 苹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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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那 长 长售一点 桃片摆脆 对对对 那橙子呢 橙子我 这个我还真 这个黄的大买了 对对对 瞅得不错 这大哥知理姐啊 会来是啊 大哥在楼下等大姐的空的 红娘给大哥看了大姐的照片 我给你看大姐的视频和照片 你觉得咋样 挺好 那鱼儿白净挺简直 各方末都不错 还不爱打扮 鱼儿挺不错 能感觉上来 不是那个 像鱼那 对对对对 更长点 大哥觉得大姐长得白净 而且还不化妆 比较朴实很不错 想见大姐的心很急切 正在这时 大姐下来了 哎姐 这是这么大哥 哎呦 哎呦 抱孩子 那是那是她的那个小孙女 哦 给你们俩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建立的新大哥 人特别感情的 那我叫吴丽雄 哦 我叫姓姓 这些全是大哥给你带来的水果啥的 我走我走 啊走吧 两个见面 互相自我介绍 握握手 就一起上大姐家 来到大姐家 哎呦 买这些 大哥说 这些水果还有点寓意呢 苹果呢 请你啊 谢谢 然后桃子呢 就是健康长寿 嗯 他做了 做了做 好了 这次相亲 大姐对大哥的第一印象还不错 他行 臭挺干的 这次就第一印象可以 挺干的 关着把握就能看着干 到家来了 还滴了点水果 真要有点暖心 但大姐感觉自从大哥见到他后就不知什么了 他有点担心是不是 因为自己带着孩子 我还瞅着他不知什么 我也行 他就行他英国这样 是不是我刚才带孩子抱孩子出去 他有点不行 你怕大哥就是觉得你带孩子有强吗 嗯 那你介意就是大姐会带孩子出去吗 不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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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挺喜欢孩子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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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姐 这是你的 小孩 你别心啊 那大哥你还想问的吗 我没啥想问 问了大哥就不介意孩子 大哥说不介意 这就有点让大姐摸不着头脑了 大姐都不知道要说啥了 大姐虽然在自己的主战场 但也被大哥的态度弄得不知所措 红娘让大哥问大姐 大哥说没什么可问的 这就让相亲气氛更尴尬了 双方都沉默 没办法 红娘只好找大哥单独谈谈 大哥不是对大姐很齐切吗 怎么见到大姐就不说话了呢 感觉第一张咋子就想 可以愿意像跟你的相片人一样 啊 不一样 不一样 你跟哪会一样 你相片黑多了 你相片黑多了 啊 你希望找个白的 嗯 就是白 那要求你就是啥的 一百一十几 可以把他 他都超过一百四 就只看真 嗯 不 不是看外貌 嗯 就是我照片 照片 大哥直接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原来是看到现实的大姐照片不一样 落差很大 本来以为是个白镜朴素的人 但现实却是又黑又胖 大哥一下子接受不了 所以不想再继续了 本来就想走人 但红娘却说 找老板 不能只看外表 需要从各方面了解 人家来了 就是每个原本的都别错 然后老板就只看外貌 男朋友跟我说大姐 不是说长得多 我的手都不可 还算不可 看她 那皮肤白跟黑 你这不是说看一个人的标准 而且这个大姐她特别好 特别实在 而且心里也特别善良 不是那种事说的 特别说的个女的 假如我问大姐对你今天咋 假如俩人都不行 那咱们就 咱们就结束 你妈 我得问问她咋样 那行 那行 你先别着急 这毕竟是咱们楼子 你请我干的事 是 她的不行的话 我就想 是 她不行 我得想 对 对 经过红娘的周旋 你现在这个郁家 我是不是 很喜欢 你想不想 就是说再了解一下 对一下也行 还有点勉强呢 有点勉强呢 她像我黑了 现在 两人重新坐下来聊 大哥问了自己关心的一个问题 你喜欢不喜欢养狗啊 我不喜欢狗 猫狗我都不喜欢 是大哥在家养狗 然后她也卖点小狗子 对我退休了没啥事 啊 退休没啥事 原来不 我想可疑的我 啊 原来不 狗猫我都无疾 我都不行 对啥呢 我从来买的 吃了一些饭 反正那我也特别的 嗯 我养人我才知道 年轻一个没感觉出来 对你养了 女儿了 得了 这我也是出来的 大哥一位养狗 既能得到陪伴 又能卖狗赚钱 所以需要养狗 而大姐不喜欢养小的我 觉得埋胎 我还养了成大味的 养一条狗都成大味 还算不行 你养过成年吗 我没有 我没养过 我想的玩意买一顿 我一摸那玩意 都举了 都害怕 所以双方都举了 对方不是自己想要找的老伴 我说啥意思 就是 我想找一个瘦的物 哎 比较 摇条点 岁数那么大 都等于63 他说这是周五岁 长得一挺老 都白头疯了 这是一米六 一米六二 一米六二 我那年轻点的 岁数仿佛的 不少岁数太大了 干净利索的 干净利索的 加养性和东西都 吃东西吧 鸡也够了 猫都不行 他不说的 他没啥说的 下已经白跑了 没事 这也没办法了 大姐上次相亲刚见面 就嫌弃对方 这次相亲刚见面 就被对方嫌弃 真是被还礼了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我们无论相亲谁 都还是要保持基本的礼貌 带着一份真心实意 找老伴本来就不容易 如果想要真心找老伴 还是要尽量 保达自己的诚业 不能仅凭某方面就放弃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 好